一个蓝天飘在湖面 就像牧羊姑娘 纯洁的笑脸 千年沉默守候 千年的爱恋 天鹅唱着 情歌唱着 心中的思念 来到青青草原 美丽的新与丸 我听到你多情 多情的呼唤 当清晨的霞光 把你的热情点燃 夺起了白色的军马 催到你善恨变 来到青青草原 美丽的新与丸 我听到你多情 多情的呼唤 当清晨的霞光 把你的热情点燃 我去的白色的军马 催到你身边 如何让场景轻量化 那目前在荧幕上 您看到的好神托的机器在运动 那么它的固定的机构的 螺丝孔全部都移除 那么会动的 这些孔位我们保留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它的塞钩态是6秒 所以会动的螺丝孔去掉之后 它是少于5秒 跟实际的PLC书写的机器的时间 塞钩态是一致的 那我们为了教学 我们特别 请出了我们的原来旧的资料 有孔的 在稀巢的DETA 档案夹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 就是 左边 的上面这一个 这边有两个孔 我们把它移除 那这个是切料缸的档板 那么在做之前 那么请大家上B公司的网站 下载好神托的资料 那么里面有一个STEP档 那么这STEP档进了Solivark 用档案开启旧档 然后档案格式 选STEPSTEP 然后C槽SAM11 然后点选YF07STEP 您就可以打开 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整个model就会显示在这里 但是这个model 可以看S 轴是对的 Y向天空 所以它的YZ是天导的 那么Solivark是左手定车 所以我们要让Z 指向天空 就是对S轴旋转 大拇指 左手大拇指指向S的箭头方向 那四支手指头 就是它旋转方向 就是对S轴旋转90度 就可以摆正 那怎么做 我们整体一起做 就是用滑鼠左键 画在整个画面的左上角 然后按到 拖到整个画面的右下角 看到一个浅蓝色的框框 整个model框住了 之后把滑鼠左键松开 就整个的挑选道 整个挑选道之后 选取旋转零组件 选取由ΔSYZ 对S旋转正90度 ΔS90 套用 您就可以看它转好了 这边也有坐标系 S向右 Y这边 Z向天空 那么转好之后就确定 然后档案 储存档案 储存文件 RPU重新计算 C的SM11 档名YF07 组合键 存档 全部储存 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要补动的动作了 好 它这圆圈在转 那它有两个资料 一个是这个切料缸的档板 它有它内部的YF07的编号 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卡通图 S档案是对我们的卡通图 的输出 那这两个要对上 那卡通图现在还可以不要出来 等到存档 IGS档的时候再出来 好 那我们先 加了滑鼠中键 旋转到一个方向 放大 可以看到我们的切料缸的档板 就是这个 我们针对这个来处理 那怎么做 就滑鼠放上去 点它 然后它就会显示这个 按这个它会整个会 highlight 把这个编号 记录起来 YF07D43 我们现在要开启这个 档波论 滑鼠放上去 压右键 那么第一个就是开启零件 那么点上去之后 它会问我们 要继续做特征辨识 for 那么它就只开这个 component 档名 这边会写出来 也就是原来的三组合图 就被压到后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四窗 两个框框 然后它还把开启的放在前面 那这个关掉之后 整个组合图就会显示在画面上 好 那要把这个点起来 怎么点 我们要建一个方 然后延伸填料 伸长填料 把这两个洞堵起来 好 那怎么做 滑鼠放上去 它的四个边会highlight 包括孔位都会highlight 然后压滑鼠的右键 选取正式鱼 那么它会看到这个颜色之后 我们用超图 超图 就开启了超图1 我们可以用直线 挑选角落 好 那我们就选直线 那么碰到角落 它会出现一个橘色的框圆 远 按滑鼠左键 输入 然后就可以看到 Rubbleband 然后到第二点 按滑鼠左键 然后Rubbleband还有 到第三点 按滑鼠左键 Rubbleband 到这一点 那最后 回到原来的第一点 当你一按下去成功了之后 它这个封闭面会换颜色 换颜色就好了 然后就确定 确定 那滑鼠 压到中键 移动滑鼠 它就会显示立体的状况 那么这时候 我们选取特征 选取深藏填料 那它内定是给定深度 然后10mm 10mm向外 我们现在向里面 给定深度 所以我们只要点到深度的位置 它自动会调整 反方向 好 让我们来点 看到橘色的点之后 按滑鼠左键 有没有 它就自动就框到这一点 那这就是我们的填料的model 按确定 好 就填满了 填满了之后 我们就换颜色 因为我们的原来颜色是定色 压右键 外观 这两个白球都要改掉 压到第一个白球 选取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并不是标准的 那么标准是 R40 Rp60 G是255 B也是255 好 那自己用键盘输入成功之后 确定 好 第一个好了 那么第二个 再来外观 还没好 没变 没变再来一次 没关系 好 那红色 改称0 Blu 改称255 按确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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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再来外观 再把第二个点选到 A2 那么 A2 可能会犯的错误 那么后来会得到什么后果 先了解一下 那这个档名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档案 另存新档 在另存新档之前先储存档案 把现在状态存好 存好之后再来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 那么档案类型给它IGES 那么档名呢 我们刚刚特别提醒 要变成我们新的 我们就把卡通图打开来看 S9右边的 上面这个就是切料档档板 Y23S36 所以我们的档名是 Y23S36 那么产生好了这个IGES档 我们就可以进到PolyChance 开启PolyChance 去把这个Y23S36 把它输出 称为S档案 好 来 林破3D夹阿密区 IGES格式 然后档案夹 是C朝S11 S23Y23S36 开启9档 OK YES YES 你就可以看它进来了 进来了 输出正面 Export 3D加阿密区 DRS5 正面这两个不要勾 OK 答案夹位置对了 正面就是输出 名称是Y23S36 后面叫一个A 要inter 好 正面输出了 然后再输出反面 Export 3D加阿密区 DRS5 反面 Reverse orientation of all polygons and normals 要勾起来 然后Flip Polygon normals 要勾起来 就是把它的法线方向点倒 OK 然后档名 Y23S36 反面 后面加个B 正面反面都好了 之后要做正反核 正反核之前 要用ResetSync For 把画面熄掉 然后开始 Import 3D加阿密区 DRS5 那档名夹的位置 到C超 Sync 11 开启旧档 正面 A 先进来 Yes Y23S36 A进来了 然后B再进来 Import B OK OK Yes 那么B进来了 A跟B都进来了 在正反核一起存出去 成为S档案 用Export 3D加阿密区 DRS5 那么存出去的 只要存一边 正面就可以了 OK 那么档名就是Y23S36 没有A没有B 好 Inter 那么存好了之后 我们先把我们现在的Buffle 用ResetSync 把它for清掉 然后再让档案总管 把我们的西朝的Sand 11 快按两下就会变成C朝的Sand 然后Y23S36的S答案 压滑数右键 复制 复制到C朝的我们目前的C朝的Data的位置 快压两下 然后找个空白的地方 压右键 贴上 复制并取代 Y23S36.x 好 就变成新的了 新的之后 我们进到CMS CAPP来看 我们先Reset 让动作停止 然后New 洗掉画面 然后 场景输入 场景名称 进到我们的Cdata YF76 CSV开启九导 好 把它叫进来 叫进来 看我们刚刚改好的 哇 怎么不见了 好 那 大家也许问 刚刚明明PolyChance有看到 也产生好了 那为什么不见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面对的问题 Soliwork 跟PolyChance 都是国外的系统 我们只是一个User 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User的这个现实 别人怎么做 那包括 各位如果用CMS CAPP 那三个程式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要找我们提供了SOP 标准的去做 标准的出来 那至于问为什么 那是没有人 至少我们无法去回答 那也不可能找到Soliwork 写这个程式的人去问 问得清楚的 因为它不可能被我们找到 好 那正确的怎么做呢 好 我们回到Soliwork 来正确的讲 它有两个画面 原来的组合图在 我们先挑选我们刚刚输出 IGS的这个画面 就是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您刚刚用档案 出生档案 把改好的 换好颜色的 存好了 那这是对的 那不能在这时候产生IGS档 刚刚的结果各位看到了 那所以我们要回到上面组合图 就是用关闭 现在这个视窗 关闭档案 对这个模型重新计算吗 FOR 然后它就会回到上一个组合图 这个换颜色的 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组合图 到这个状况 我们也要去存一次 那么在存之前 我们让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都不见 就是看不到 那怎么做 我们先把它放到缩小 然后整个选取 那这边highlight了之后 压滑锁的右键 让它隐藏 就不见了 它这边全部变成白色的 白色的要把我们要存 IGS档的叫出来 那就点选这个位置 把我们刚刚记录的 YF07 D13敲进去 好 那么这边有两个 两个我们先把它开启 看到 看到 两个开启很小 我们把它放大 好 那现在我们要决定 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的左侧 的切掉钢的挡板 那这是Y轴 Y轴这个方向 所以这边是右侧 这边是左侧 所以我们要这个 那这个就去让它隐藏 那么滑鼠放上去 压右键 点选 点选 隐藏 零组件 它就不见了 现在剩下 单一的 这一个 那这个状况 我们要存之前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就是 用档案 储存档案 这把现代的位置 全部存起来 储存文件 而不重新计算 储存全部 注意哦 它的名称就是YF07 是整体的组合件 但是只有这一个 看到 其他的全部 看不到 不要忘了 档案 你再进去 它就变成框框 没关系 然后 除存档案 因为我们要输出 IGS档 还是要 挑选档案 然后 还是要挑选 另存新档 等它 源泉转完之后 它就会下达 工程件出来 我们现在 就直接 另存新档 存IGS档 然后 挑选另存新档 储存文件 而不重新计算 然后 存档类型 就是我们要出出的 IGS档案类型 那档名呢 就是Y23S26 然后存档案 然后存档 取代 原来的 然后这个回答要清楚 一个或多个零组件 被隐藏 抑制 或 轻量抑制 您是否要在输出前 将其解除 那么 用FOR 我只要这一个 所以其他都不要解除 FOR 它现在转圈圈 它现在在储存 储存 储存好了 就出现 渴手 所以IGS档存好了 存好之后 我们就进到PolyChance 然后用Translate Input 3D-ARMATURE IGS的格式 然后答案夹 放到C槽 的SAN11 开启9档 C的SAN 然后开启Y23S36的IGS档 OK Yes Yes 好 进来了 进来了 先Export 3D-ARMATURE Direct S-File的格式 这两个不要勾 OK 在SAN11的 档案夹输出正面 就是Y23S36A 的档案名称 好了 再输出反面 Export 3D-ARMATURE Direct S-File格式 反面Reverse orientation of all polygons and normals 勾起来 然后Flip Polygon normals 把法线的 方向颠倒 然后OK 然后反面 就是B 好 那么正面反面 好了之后 我们要做正反核 用ResetSync for 洗掉画面 然后用Import 3D-ARMATURE Direct S-File 然后在我们的SAN11的 答案夹开启正面 就是Y23S36A Yes 好 A进来了 然后在Import Direct S-File 反面 OK Yes B也进来了 正反都进来了 就开始做正反核 那么一起输出 Export 3D-ARMATURE Direct S-File 输出一面 正面就可以了 OK 那么 档名 就是Y23S36 AB都不要 好 压enter 好 那么这时候输出了 输出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把SAN11 刚刚输出的快点两下 它就会变成C的SAN11 然后搜寻Y23 把刚刚输出的Y23S36的S 打案 压右键 复制 复制到C槽 我们目前CMSCAPP用的DATA 把档案夹快点两下 就变成C的DATA 找一个空白位置 压滑数右键 贴上 复制并取代 Y23S36X 好 它变成新的 就进来了 新的进来之后 我们进到CMSCAPP 看看 我们重新叫 CFS1档 这边会不会 变成我们新的出现 好 那么用NEO 洗掉画面 场景输入 场景名称 YF76 开启旧档 好 那么开启了 您可以看到 现在的 左边的 切掉钢挡板 这两个孔就没了 然后PLC模式 触发启动 然后就看它动 好 没问题了 没问题 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复杂的 假如说也是左边的 它有三个甲爪 我们就用 左边的上面 S档案名称是LU L是Left 左边 U是Up 这一个parts 我们把锯齿全部弄掉 把这些螺丝孔全部弄掉 好 我们就 reset 让它停止 然后进到Solidwork 我们要回到上一面 怎么做 我们先让 这个也让它消失 然后 出称档案 出称全部 出称完了之后 我们知道 把它关掉 它已经在最上面了 所以没有组合间会跳出来 然后再重新开启旧档 也是开YF07 那么他们就 这边左边会显示 它所有的零件 那目前只有这两个 当然可以试试看打X 但是 知道的最简单的就是 关闭档案 回到这画面 然后重新档案点进去 这边有YF07 这边可以看到Send11 那么点进去 它开启了 它全部都隐藏 所以右边看不到model 我们要的是 左边它所有的 不要重新计算 关闭 左边它是空白的 但是它有名称 我们把这个键拉下来 我要让它所有的开启 我们来试试看 点一下这边 然后编辑 选择全部 有没有效 没有效 没有效 我们就来自己框 点一下 然后拖到 一直去拉到最后 伸开手 被我们选到了 全部会换颜色 然后压滑鼠的右键 压眼睛 它就全部被看到 好 被看到之后 我们随便点一下 它highlight就取消 然后我们去挑到 我们要的这一个 左边上面lu 那一样的 我们先点一下 它完整的显示 按滑鼠的右键 开启零键 for 就只有这个开启 把它炒起来 op 横杠208 那这边有中文字 在PolyChance转档 它档名不能有中文字 所以我们先改名字 怎么改 就是用档案 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 好 那么 点PRT不管 那么档名 点下去 把所有中文字取消 那么就是 op208 存档 那么存好完之后 这边可以看到 op208 中文字都不见了 好 那么再来我们就是 把不要的 弄掉 那就跟刚刚平面一样 先选一个面 选这个面 压右键 垂直鱼 然后它就会换颜色 然后在这边做草图 草图 草图 然后用直线来做草图 那么点到第一点 那PolyChance很强 刚刚草图只到这里 但是前面锯齿我们也不用 所以你继续拉上去 它会把这一点提高到同一个平面上 然后这一点提高到一个同一个平面上 当封闭了 它会换颜色 然后确定 确定 然后使用特征 深藏填料 基材 压滑鼠中键 转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是向这方面延伸 那给定深度 我们给它到这条线 这一点或这一点都可以 我们选这一点 给定的深度 您可以看黄色的浅框框 把要填满的全部修给你看了 好 确定 锯齿就被填满了 螺丝孔也填满了 好 一个搞定 那还有前面这边 也有螺丝孔 那怎么做 最简单的由这边向这边延伸 所以点了它 压右键 垂滞月 那这里面没有孔 我们用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也是草图 草图 草图二 这边有一个偏移图圆 就是由这个外形做偏移图圆 它可以向外偏移 向里面偏移 但偏移量为零 就是它本体 所以我们选用圈移图圆 那么参数 内定是十 所以十就跑得那么大 偏移了 那我们把它改成零呢 零就是它本体 那我们就直接打勾呢 直接打勾就是它本体 有没有 零 然后再打个勾就好了 这样就不要一个一个一个挑了 好我们稍微换个方向 然后特征 深藏填料 它向上 向上没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点选一个位置 给它深度 它就会自动调整 好了之后就确定 它就把它填满了 这是我们最后结果 换颜色 就好了 颜色我们原来是黑色 我们就第一个换成黑色 如果你还记得原来番号 就给它原来番号 那不记得我们现在只是demo 我们就随便选一个番号 好了之后就按go 还有一个 所以再点进去 外观 再把这个点下去 好那刚刚的会继续保留 所以再点一次 确定 好两个改好了之后 那这次我们就不要犯错了 就在打按存档之后 存档之后 就要离开 那还有两个牙 别忘了进来 否则LU是没有牙的 就不必争了 好那这两个牙怎么做 我们先离开这个 那这个我们记录了 OP208 好然后打按 关闭 关闭答案 否它回到上一层 上一层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牙抓进来 好先开这个牙 点到它 点到它 点这个 它整个牙出来了 也把它炒起来 那么这个牙的名称是 YF07C03 后面一个3 后面一个1 好然后就 开启 开启 那 假如开启 所以我们不要换颜色 就是它 原来它也没换颜色 好那我们记录起来就好了 然后再来开启这个 那这个是谁 YF07C032 把它记录起来 YF07C032 它可能很多 所以等一下开启了之后 要把它挑到我们要的那一个 好 那么这一来OK了 都记录了 这三个都记录了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把它隐藏 然后把这三个开起来 然后再输出IGS档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整个框起来 然后把它改成隐藏零组件 然后先开OP208 一堆 那我们看哪个是我们要的 假如整个先把它开起来 好 这是一边 还有另外一边 那另外一边 这个是右边 我们要左边 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好 要的是这个 要的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 放大 那这个点到它是哪一个 是最上面这一个 那所有其他的把它关掉 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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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掉了之后 那牙再叫出来 那牙怎么叫 一样的填进去 我们刚刚已经记录了 YF YF 0 7 C 03 它是1跟2 1这边有一个1 这边有一个1 那刚刚在上边 这边应该在上面 好 有没有 在这边 那这个要 那么还有一个 2 啊 就是它 也让它看到 好 那现在三个看到的都是我们要的 其他的都是看不到的 那这时候可不可以输出了 啊 答案是肯定是可以输出了 那我们就答案 儲存答案 全部儲存 儲存文件 而不重新计算 好 它再转转转 再存 存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输出IGS答案 那么 使用答案 另存新档 答案格式 给它IGS 那档名 不要忘了给LU 这是我们原先定的 好 OK了之后 随便压一下 不要让它专门highlight 某一个 然后用 答案 另存新档 存存文件 而不重新计算 重新计算 答案类型 就是 IGS 位置 send 11 答案名称是 LU 要inter 它说 有多个被隐藏 获得抑制 是不是要解开 我们说不要 不要 好 输出了 那重点的是 我们等一下看 IGS档 这个本体 会不会存在 好 IGS好了之后 我们进到PolyTrans 用Translate Import 3D 加Armetry IGS 的格式 答案夹是 C槽 Send11 C的Send11 LU 开启旧档 好 开讲了 StartSyncOptimizer Start Yes 出来 OK 正确 本体 两个牙都出来了 OK了 就来 Export 3D 加Armetry LX 格式 先正的 不要勾 OK 位置 对了 然后名称是 LU 正面 后面加个A 正方向 加个A 然后再Export 3D 加Armetry LX 然后Reverse Orientation of all polygons anormals 勾起来 Flip polygon normals 勾起来 然后再输出反面 反面是 LU B Inter 正面反面输出了之后 正反核 先ResetSync for 然后Translate Import 3D夹Armetry lsfile 格式 是 答案夹 选到西朝 的San11 开启旧档 先进LUA LUA进来了 在Import 3D加Armetry Ls 格式 Lub 反面进来 OK Yes Lub 进来了 正反核 在Export 3D-Armetry lsfile 那这个两个取消 输出正面就好了 那么OK 那么名称就是LU AB都不要 LU S打案输出了 输出了之后 我们就来从C朝 的San11 快点两下 就变成C的San11 然后LU LU S打案 滑鼠右键 按下去 复制 然后C朝的Delta 快点两下 点开C的Delta 然后放一个空白位置 压右键 贴上 取代并复制 add ux 好了 好了之后 进到我们的CMS CAPP 用Nu 洗掉画面 然后场景输入 输入YF7 Nu 开启旧档 好 来看看我们做的 螺丝孔在不在 不在了 牙在不在 也不在了 颜色虽然不对 那 我们在操作是一起操作的 颜色要选好 因为就是你现在选的 你在做这几个 又跟它颜色一样 就比较好看 好 那我们就用PLC 出发 有没有 就OK了 那 准此要领 那在所有的孔 都把它移住 那 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让我们的一个小电脑 能够做很大的model 就是把看不到的移掉 不必要的移掉 我们只要看到外皮蒙皮就好了 不要把空间占领的 中间占领的 看到就好了 那在 国内现在在做潜艇 那么很多包装杂志 都在 看笑话 他们说 有一个叫做 组装整合系统 如果没有 你也不要做 也不要想做 那 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model 那么 就要 做一些动作 那 不像 台船的主力 我的学长 袁凯明 那么 他说 他在台船 做了40年 他们现在的设备 已经是世界一流 当初 当初跟英国买的那些东西 都已经up to date 就是最新的 那么 他用一套 以管路为主的一个3D的model的 care的程式 做了管路的规划 他本体就是做管路规划 那当然是ok了 然后他就把结构的bregid longitudinal 一起显示 放在一个档案夹 一起显示 然后再把fitting 西装的机器 一起显示 在整个的compartment 仓区的空间 一起显示 那么看他们会不会碰撞 然后做各部门的协调 那千里 假如八个舱 你只要独立舱做就好了 那虽然如此 你要很大的电脑 很大的显示buffer 很大的记忆体 很大的CPU GPU的实态 你才有可能显示的完整 而且它是real type的显示 它的动画 你拖到它就要走 所以就要做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只要看它的外皮 里面都不要动 里面都不要看到 只要看它空间占有的情形就可以了 那 所以我们CMS CAPP就提供它这个solution 或者是帮它做这个工作 然后专门帮它做组装整合这一块 然后协调各部门 谁碰撞 该谁让 那当然由它的行政工程单位 来决定谁要改 谁不改 那当然每个人都不愿意改 都要别人改 所以就变成决策 如果由我们第三方来做这个工作 可能不妥当 那等配置好了 当然要有一个资料库 那每个工件像LU 它的重心 它的重量 那要加入电脑去计算 那只要配置好了 那计算是太方便了 它可以直接加入一个piece 就可以把它的重心变化 全部调整起来 因为船的GM值 那么重心 尤其潜艇 那么超重要的 那这个没算好 你就最好不要去试车了 太危险了 好 这是我们的proposal 那么 当初主秘 颜凯明 好像不以为然 那很多打偏股的 也跟着呛响 那我们之前的lecture也讲过了 那呼呛是很正常的 那颜凯明就说了 他说当初他也申请到密西根 他开船送他去美国一年 那他说密西根 没有MIT抢 但我就不跟他呛了 所有的美国的船厂 都是密西根的天下 MIT跟台大一样 他们不走现场路线 只有我们成大这种笨蛋 才会去做工程师 走现场路线 那密西根也是这种笨蛋 所有船厂都是密西根的人 MIT的船厂有几个 你看看 跟台大在现场有几个 一样 所以他跑到MIT去 那但是他最近态度就改变了 像上次西友会11月 他就主动跑过来跟我打散 不止一次喔 两次 然后提供了我最新的讯息 就是真信 抢到6条双颗船 海巡署的 就跟陀家号一样 但是不装飞弹 一样号称跑41节 那这一点 跟台船的立场是一致的 因为台船也想抢这个单子 就可以被中信拿走了 反正有谁拿的单子 其他人就群起围攻 这就是必然现象 那他们说 真信设计图都没有 从来没坐过这个船 大家等着看笑话 然后他用那么低的标抢去单子 到时候吃不了就兜着走了 好了 那么大家看结果就是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nature就到这边 就是教导怎么样让轻量化 让我们的东西在我们的model的显示 能够变得比较轻 占得比较少记忆体 好 我们先强调一下 那当我们所有孔位去掉了之后 我们的3D加速卡也都不要 他就可以操作 3D加速卡不要 他内定只有256Mbps 的显示buffles 他去抢RAM的记忆体 好 这个所有电脑都是有这个功能 用软体去做simulation 那也都可以操作 好 这边特别提 也就是轻量化到 连3D加速卡都不要 那就成功了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美丽的星期晚 我听到你多情 多情的红环 当清晨的夏光 把你的热情点燃 我记得白色的菌麻 踩到你深恨边 这里的蓝天飘在横面 就像模样姑娘春节的笑脸 千年成落守候 千年爱恋 听我唱着 请我唱着心中的思念 爱到青青草面 美丽的星期晚 我听到你多情 多情的红环 当清晨的夏光 把你的热情点燃 我记得白色的菌麻 踩到你深恨边 爱到青青草面 美丽的星期晚 我听到你多情 多情的红环 当清晨的夏光 把你的热情点燃